你们到底要什么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他 《肖战他》是我的首部的原线电影《处女作》 以导演的身份来去做第一部这样的一个体量的作品的时候 可能他很多都会考验到你的这种控制力 你的这种沟通能力 还有你怎么去真正的去领导一个几百上千人的团队 去把每一天的拍摄都能够有效地完成 并且能够把自己导演的风格可以体现出来 这一次在悬疑的这个道路上是独树一致的 希望去走一个新的尝试新的路线 那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充满色彩的一部悬疑电影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在 不管是戏剧性上还是演员的表演上 都会有一些比较突破的 其实一个导演他需要去能够把控的东西需要有很多 包括从前期的剧本到拍摄到 甚至到最后期的剪辑特效声音 这些都是一个导演他需要能够有能力去掌控的 我也特别想感谢的就是陈思诚导演 就是我们的监制 那他在这个过程中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 那么我也是在不断地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青年导演其实还是要勇敢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可能更怎么说年轻化一些的视角 那么其实去看待世界 看待身边的事物和经历 把它以更新颖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影院 我觉得这是青年导演需要做的 同时呢也是把我们更多的中国的故事 能够讲给全世界有更宽阔的一个视角 北京也是我的家乡 所以就是很感到很亲切 而且我们有更深的文化底蕴吧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电影节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属性 那么我觉得在北京呢就是一种传统和现代 甚至未来相结合相互促进 并且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也很期待能够在北京 然后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新片 然后跟更多的国际的电影人 不同国家的导演创作者来一起交流 我觉得大家也许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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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